同大家是問候終於李廷樂 權力的香港人沒有境界黎智英 你的風筋制不低喉 傾斜腰板 一路放心順帶 傾斜 感謝黎生命令我們採用 李廷樂 先前的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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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過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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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向我們方向 聽説廁戰爛 聽説延近延 聽説黎智英 聽説保護 additionaloter 聽説廁戰爛 聽説延何醫不履格 我們看到現在的國際官員 在這邊擺在集合的力量 為止一揮集合的力量 大家手足把握部 把握部的法律部 就變成在這個集結 警察,祝福,基地上 警察 警察 警察,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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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工具是豁免了群組聚集規 在樓梯 在車上不是599G 做了多少次啊? 車場 現在這樣 你在這裡撞咪 大家在這裡撞咪 還是我們先撞兩圈撞咪 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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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會跟你撞 我去撞兩圈 你就是撞咪 然後有個位置 其實我的車會走到這裡 其實那個位置 你就最好在這裡撞口 你明白嗎? 所以拿著一支咪 我拿著一支咪 那你走 我走過這裡 那時候你呢? 我走到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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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wel blank 我現在說明了 交通公爭不是599支是限聚的 車頂上是私人地方 你先問一下律師事件 想說599支是中聲 小心點 小心點 你怎麼說程序呀 你打著手頭599支 小心點,女士,小心點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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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胡亂淺色白落 什麼叫做不要緊 這位督察 請退後一點,不要妨礙 你們現在只是攻擊 濫用你們的警權 濫用你們的警權 這位督察 這位督察,你是什麼名字? 陳督察 哪個警區? 陳督察 我現在懷疑你 濫用599G的喘息 交通工具 和私人地方 不是限聚令的泛環 是豁免的 你現在隨便用599G 你在警告人、恐嚇人 我現在可以根據法律 作出適當的 你要查我的身分證 你就可以跟他發亂 但是你沒有權亂 我就是狗狗狗之 他虛然你走 虛然你走 我給你 走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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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督察 多轉ления 多轉 幾ются 說什麼都不是跟他說話 可能陳副冊說話而已 看清楚是否你自己的 是我的手不震震 你不要騷擾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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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裏 警察在這裏 不用騷擾 你不要騷擾 你不要騷擾警察 今天比較 所謂的先生 就比較 好 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 大家都可以見到 警方不停阻擾我們 就算 根據599之章 我們合法 在車上 他都要不停阻擾我們 說我們違反 限聚令 不讓我們發聲 要我們的車開走 要收我們的聲 說有人投訴 不停阻擾我們的行動 而我們的行動 已經是合法 大家剛剛拍到的 是不停 不停地阻擾我們 而我們事前 是有聯絡過警方 警方 也都沒有說 不批我們的決定 去車巡 警方 之前也都沒有跟我們說 這樣是違反限聚令 如果大家記得 在國際人權日當日 支聯會和民陣 發起的車巡行動 亦都是這樣做 是沒有 違反限聚令的 當時我已經跟指揮官 去談過 在車上是不會違反 而今天 警方 因為我們的行動 所以就說我們違反 這個是無事法律 本身寫明的 車很明顯不是一個公眾的場合 連記者都不能上來的時候 那為什麼 會是違反599G呢 你說什麼事 好 那剛才 我… 我需要再介紹一下 是的 我是文卡人權盡事 副車站葉錦龍 剛才我們是在這個 我們釋放政治版的頭車上面 喊完威之後 警方就不斷地 是用599G限聚令來警告我們 就說我們在車頂上面燒過三個人 在公眾地方上面燒過三個人 那就違反了599G 但是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錯誤地 去喘息這個599G的法律 因為599G的條例裡面說得明 如果在交通工具上面 以及在一個私人地方上面 是不受599G的限聚令去所限制的 而這個車的車頂上面 我們頭車的車頂上面 是一個封閉的場所 因為是不會有其他人進去 所以是一個私人的地方 而車也是一個私人的物件 所以我們是沒有違反到限聚令 但是警方是不斷地 是重複用599G來警告我們 之後呢 我們完了在這個頭車上面的喊咪之後 我們各自呢 是回去準備 過來撥咪和準備我們的車出發的時候 他們就不斷地同客我們 這樣呢 就更加要求我們出示身份證 這樣 由於呢 他們的行為呢 就是再過一步呢 就可能呢 就會再繼續濫用這個 他們可以用到的公安條例 又或者是警條例 因為我呢 他們不斷地要求我出示身份證 這樣呢 所以唯有呢 我是要接受他們的要求 我出示身份證 但是呢 在這個期間呢 這個警方呢 都不斷呢 是恐嚇我本人 這樣就說呢 再吵就抓你回去 這樣 但是明明呢 我只是和他們長沙環警署的陳篤冊在對話 那我不明白 為什麼警方 可以濫用權力到這個地方呢 他們是不是覺得 現在這個香港 是再沒有這個 是在一個太上皇的狀態呢 他們 他們有林鄭撐腰 他們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呢 我相信絕對不提的 我們香港人 是一定會堅持到底 我們是要對抗這些不公不義的執法 多謝各位